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做主 我又会得罪我家里的 我的孩子跟我姓 都市情缘 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 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首先要和喜欢旅游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提示 12月11号 我们都市放心游的港州澳三地联游即将发团 作为团长 我将会带队 同时我们还会全程拍摄 记录下这段精彩的旅途 都市放心游 放心游天下 想要旅游的朋友们 欢迎拨打我们都市放心游的报名热线 079182227222 好的 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我们的求助人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的孩子才八个月的 在孩子两个月的时候她就离婚了 离婚时她并没有向南方索要抚养费 而离婚后 孩子也一直是由她在抚养 现在呢 她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要把孩子的姓改成自己的姓氏 这个事啊 她必须要找到前夫一起协商解决 徐立秀32岁 南昌市新建属人 她情绪激动地告诉记者 她希望我们能和她一起去找前夫协商 把孩子的姓改成她的姓氏 这是她现在唯一的要求 我就希望找你们就是希望改一个项 就是这样的 眼前这位中年女人就是徐立秀的母亲 她在一边也完全赞成女儿的决定 那么为何俩母女都一致决定 要给才八个月大的孩子改姓呢 小戏里面有很多这样说我们 说我有过分子 说我有问题吗 你是帮人家带着 我说什么帮人家带着 这是我的孩子 徐立秀说 她一个住在娘家的女孩带着一个孩子 小区里风言风语 人言可畏 很多人都在议论她的孩子父亲是谁 为了能让孩子以后读书学习方便 也为了不让孩子以后被人说闲话 她决定要把儿子的姓氏改成她的姓氏 那孩子的父亲会同意吗 我说她自己没有人的养 她说不是她家的 不是就不是 徐立秀的话让我们大失一惊 她告诉我们说孩子不是他们家的 这个人正是她的前夫刘春龙 她离婚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前夫不认这个孩子 甚至南方一家人都在怀疑孩子的身世 徐立秀说 既然孩子跟南方家无关 两人也已经离婚 孩子又何必跟他们家姓呢 徐立秀说 离婚后孩子的户口就签到了她娘家这里 现在改成她的姓也并不过分 她说派出所说 改姓必须孩子的父亲签字 徐立秀说 他去找前夫难以沟通 他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帮到他 第二天一大早 徐立秀就带着父亲出发了 改姓呢 改姓 签下四个了 签个字 签个字 签个字这个派出所就认了 认了就这样可以的 就这样的 派出所就认了 不是派出所 帮到前夫 我们两个都当场 都当场修养就 第二天一早 虽然下着大雨 但是徐立秀和父亲呢 还是准时出现在我们相约的地点 徐立秀提前准备好了改姓申请书 为了赶紧让前夫签字了事 他还刻意带上了笔和按手印所需要的印尼 而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 申请书上的内容啊 竟然是这么写着的 两人在2017年3月17号登记结婚 在2018年3月16号法院判决离婚 也就是说这俩人从结婚到离婚 还不满一年的时间 按理说新婚燕耳正是恩爱甜蜜的时候 为何这么短的时间小两口就闹离婚了呢 两人的感情经历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他的性格什么我都没了解 我也没多想 我说自己已经33岁 已经年大差不多算了 徐立秀说2017年大年初期 经一个没人介绍 他和一名叫刘春龙的男子相识了 徐立秀觉得自己31岁年纪也不小了 想赶紧找个合适的对象结婚 而刘春龙看着挺老实的 有车有房 他就放心按许 第二天刘春龙打电话约他出去玩 但没想到他直接开车 把他拉到了他的家里 而当时刘春龙的父母也并不在家 在此之前 徐立秀说他也并没有见过男孩父母 他爸妈都不在家里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 本来我以为这个人自靠得住过日子呢 徐立秀说他就半推半就 和这个刚认识一天的男子发生了关系 这一天之后他就住到了南方家里 他觉得南方条件不错 两人感觉还好 就加快了速度想赶紧结婚 当时南方也有了打算 二月底刘春龙就给他买了一副金首饰戴上了 但没想到只过了几天 金首饰竟然被男子的家人拿走了 让徐立秀没想到的是 他已经住进了南方家 本来就在着手商量结婚的事 买金首饰也很正常 况且刘春龙已经买了 但让他惊讶的是 刘春龙却听了父亲和家人的话 把徐立秀已经拿在手上刚刚几天的金首饰 给要走并退掉了 徐立秀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以前倾心想嫁的这个男人竟然会这样对待他 他更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然那么没有主见 连谈恋爱结婚的事都由父亲和家人做主 那么之后他们之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让这一段还未成型的婚姻 一步步走向无法停下的深渊 仓促成坤感情不稳 婆家不满 他四面楚歌 他说你把我家钥匙还给我 早就已经打算放弃我跟孩子了 找到前夫 他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 不信你吧 不信你打点吗 不然不会打点好了 我的孩子跟我姓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32岁的徐立秀告诉记者 自己年纪健大 本身他也比较着急自己婚姻的事 就和经相亲认识仅一天的刘春龙发生了关系 并在第二天就住进了刘家 为了筹备结婚 刘春龙给他买了一副金首饰 他已经戴在手上 但刘春龙却听了父亲和家人的建议 把金首饰给退掉了 徐立秀难过之极 当晚就离开了南方家 然而没几天就出大事了 我在家里就发现 我想睡觉嘛 不舒服那种 然后开始去医院检查的事他带过去 发现洛阳行医生说确实怀孕了 我就跟他说 现在已经有孩子 我说你要那个 不要跟他以前一样 要负习责任什么 自己拿去注意 不要听你们家什么 他就说好 徐立秀说 刚回家没几天 身体就不舒服了 当三月十号再去医院时 医生说的确是怀孕了 也就是说 从他们相识到确定怀孕 就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 而当得失他怀孕之后 徐立秀说 刘春龙的态度 还是值得他信任的 但他还没有考虑好 要不要回去 刘春龙家里的舅舅姑姑 带着媒人来他家里了 徐立秀说 当时两家闹得非常不愉快 而刘春龙至始至终 也没有替他说过一句话 当时母亲就劝他 干脆把孩子打掉算了 但徐立秀下不了决心 最终他还是愿意 再给刘春龙一次机会 两家父母商定 本来南方要给他们家 彩礼钱八万元 在2017年3月17号 徐立秀和刘春龙 去打了结婚证 南方最后只给了三万 因为当时南方承诺 说过段时间有了钱 再给他买金首饰 于是彩礼钱就不了了之了 临乘之后 徐立秀就回到了南方家生活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回去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他就把我跟防嘴一样 为什么防嘴 什么都不信任 徐立秀说 在刘春龙家里 他非常不自在 家人似乎对他并不友好 而他对刘春龙似乎 也并不那么了解 他爸还说 我每天回家带水果 我自己想吃水果 吃点水果怎么了 是吧 怀孕的时候 他爸还说 说我熬自然部 我脚已经肿得很大 走路都走不了了 他爸还让我去买菜做饭 自言我是做了饭的 因为我自己走路 提债的走路都成问题了 徐立秀说 在南方家里 丈夫刘春龙从来不帮忙的 他生气难过 丈夫也没有安慰过他 这让他很难过 而更让他难过的是 他结婚都没有拍婚纱照 而公共婆婆两人 却去拍了婚纱照 不仅如此 本来打结婚证实 说过段时间有了钱 给他买基因首饰 但肚子都这么大了 婆家却说 没钱不买了 这一切都让徐立秀感到压抑难过 他再次回娘家了 但没想到的是 他刚一回家没几天 刘春龙的哥哥就带人 到他家里去要彩礼钱了 而更过分的是 虽然腹中孩子也已经几个月大了 但是男方家人 却一直都在怀疑 他腹中孩子的身份 而更让徐立秀难过的是 其他人怀疑孩子的身份也就算了 而作为他的丈夫的刘春龙 竟然也跟着父母怀疑 甚至曾经都说过 必须要去做亲子鉴定的话 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 为何男方家人会怀疑这个孩子的身份呢 难道他们有什么证据吗 如果没有证据 他们凭什么这么怀疑徐立秀呢 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 原来徐立秀和刘春龙的婚姻 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而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徐立秀说 他的第一次婚姻 也仅仅只维持了两个月 认识刘春龙是在2017年2月4号 与他离婚的日子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而在两人认识一个月03天的时间 徐立秀就已经确定怀孕了 所以这也就不难想象 刘春龙家人为何会对他腹中胎儿的身世 有所怀疑 徐立秀说 正是因为自己在相亲之前 刚离婚没多久 才导致南方家人一直质疑孩子的身份 而他为了自证清白 在离婚时提出不要抚养费 并且这个孩子由他单独抚养 现在徐立秀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给孩子改姓 让孩子彻底跟前夫家断了关系 当天徐立秀在前夫工作的商场里 找到了刘春龙 那么刘春龙会同意签字改姓吗 徐立秀说 他想听听丈夫自己的说法 因为从他们结婚到离婚 所有的事情都是刘春龙的父母 替他做的决定 他永远躲在父母和家人的后面 徐立秀说 刘春龙就是个十足的爸宝男 妈宝男 甚至是个哥宝男 买的金首饰 被父亲退回就是其中一个证明 徐立秀说 甚至在他刚生下孩子一个月 还在月子里伤口还没愈合的时候 因为小孩又用钱的事情 刘春龙听了他爸爸的怂恿 动手打了他两巴掌 他妈直接说 你跑到我家里来的 跟我生孩子 能有他也想着他吗 打两巴掌 我就气不过 这脑气人 一个月才两天 在做月子期间 我伤口才两个多月才好 一盒 徐立秀说 为了这个孩子 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做月子期间 伤口还没愈合 丈夫就在公公和婆婆的怂恿下 打恨他 让他承受了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把我打晕 打灯了头痛 那个时候我还血压偏低 他说我花了钱 我生孩子说我花了钱 他说花了他好多钱 他这样说 就这样出来 没 说的每一句话 没考虑到我心里的 对我生个孩子 我那个高血压什么 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从来都没关系 没想过我的角度 而当时还没离婚 刘春龙家人就开始向他要彩礼钱了 刘春龙的父亲 让刘春龙跟他离婚 而刘春龙竟然还同意了 徐立秀说 他彻底心寒了 主动起诉离婚 我一个女人在他家里 本来就是女方家的 男方家 他要多包容我一点 他跟他爸妈 他哥 他姑 来一起攻击我 有这样的事吗 徐立秀说 正是想到前夫是个十足的 爸保男 妈保男 让他彻底对这个婚姻 失去了信心 最终二人离婚了 那么 现在见到前夫刘春龙 他会同意徐立秀的要求 给孩子改姓吗 刘春龙又会给出 什么样的说法呢 相见现场 他痛斥前夫无能 他没主见 给孩子改姓 他最终能否如愿 我的孩子跟我姓 都市情缘 正在播出 徐立秀说 他和前夫闪婚 没生孩子之前 就矛盾重重 而前夫刘春龙 在家里边 什么都是听父母的 没有自己的主见 对方甚至还怀疑过 孩子的身世 他难过至极 起诉离婚 现在他希望能够让前夫 签字给儿子改姓 其他的没有任何要求 那么刘春龙会同意 徐立秀的这个要求吗 一见面 徐立秀就质问起前夫 问他为什么 把已经买给他的金手势 退掉 他想听到他的回答 而刘春龙却用 我爸退的四个字来回应 但在现场 刘春龙 也表达了自己的回忆 如果我做主 我又会得罪我家里人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自己意识到自己 之前没有听他说话 在家里为父母 我也怪我自己听 听到了我爸爸 我自己也成功我说了 没用 他等下他爸爸一说 又要来死 他算了没得改的 他叫我下回都行 他自己真的吗 不会 在现场 刘春龙承认了他的过错 但他告诉记者 他的父母对徐立秀挺好的 是徐立秀 总是跟他父母争吵 听到这些 徐立秀的情绪更加激动 他把过往受的委屈 一一道来 希望我们能理解 他的痛和恨 他要吃什么 我家晚上给他吃 我怀疑你 你怀疑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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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立秀说 他在婆家 他承受了很多痛苦 刘春龙也是施暴者 那么为何刘春龙会这样做呢 难道他也怀疑孩子的身份吗 我自从之中没有怀疑 那不是我的 你为什么不在家 在他受委屈的时候 我也不要带他来为他说话呢 因为我也不想叫我爸妈 不知道 一定是我爸妈 懂不懂我为了一个老婆跟爸妈 那好这样的 刘春龙说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孩子的身份 虽然徐立秀是二婚 他倒觉得没什么 而父母可能拿着话说过徐立秀 刘春龙说 他无法平衡父母和徐立秀的关系 他也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 最后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他说 他没有怀疑孩子的身份 要不然 他也不会主动去看孩子 虽然每次徐立秀都不让他看 我经常亲一个孩子 他都不让我看 走着去他 他就打我 把我衣服 谁叫你妈我爸 把手刃抓 谁叫你骂我爸 我骂过你爸吗 骂我爸 我站在家上 在家里受那么多 已经都没骂过他爸 徐立秀说 也不是他不让刘春龙见孩子 只是离婚后 南方家没出过一分钱 没有给孩子买过一桶奶粉 孩子生病做手术 所有的一切费用都是他出的 而刘春龙每次说来看孩子 不仅大吵大闹 还骂长辈 并且每次都是空着手来的 刘春龙的话让我们哭笑不得 孩子已经八九个月了 作为父亲 每次去看孩子还空着手去 钱也不带 东西也不带 还美其名曰 怕徐立秀不要 徐立秀说 这理由真让他难以接受 在现场 刘春龙却突然说出了 让我们大家都始料未及的话 让我们大事一惊的是 离婚近十个月了 刘春龙既然说 想跟徐立秀复婚 为了徐立秀 他甚至愿意出去租房子住 他说 如果徐立秀愿意回去 他父母也会接受的 不想跟他有没有什么意思 我跟他说 你小小子待着孩子 说我活得很老 我跟他说了 我带着孩子 因为我为了孩子着想 你生日过得很好的 没有任何话跟话的 你这人等于家的 日中在发言 你姐妹的哥哥 来做什么脑子 我已经跟他起别了 我跟她说 你还笑得出来 在发言 叫你哥哥 就说我 就知道要钱要钱 我现在没问你要钱 好吧 我带着我孩子 自己过好 好吧 徐立秀撕心裂肺的咆哮 他说 自己对前夫的懦弱 愤恨至极 他说 短短的不足一年的婚姻 让他吃够了丈夫 爸保男 妈保男的苦 甚至在法院的法庭上 刘春龙 还让哥哥 代表他做主 他难过得痛不欲生 而刘春龙 还在那里傻笑 他已经伤透了心 此刻 他只想让刘春龙 签字 同意感性 我家里有许有名 其他孩子也要打得 给我的人 我一年老去 他自己也不够了 你自己有设法还不够吗 你养了孩子吗 他好意思啊 他说他以后怎么样老了 还怎么样 他考虑到这些问题 孩子小孩子还这么小 你他说什么呀 让徐丽秀没想到的是 孩子还不到一岁 刘春龙没想着 该怎么抚养孩子 却说要孩子保证 他老了能赡养他 这一切 在徐丽秀看来 都太滑稽了 徐丽秀父女点儿伤心不已 记者跟刘春龙沟通了起来 希望他能更好地 处理这段关系 记者跟他沟通之后 刘春龙说 他愿意出抚养费来抚养孩子 但前提是 他必须能够见到孩子 但徐丽秀说 他已经不再相信刘春龙了 最后虽然刘春龙苦苦追求 但徐丽秀的心意已决 徐丽秀虽然没能达成 给孩子改姓的心愿 但他说 他会再去派出所 跟民警好好沟通 经历了这次仓促的婚姻 他也在其中吸取了教训 反正是我自己放下的时候 我自己坚持成这样的 没有别人 也觉得当时不应该太快了 当然是 都没有了解他的性格 徐丽秀说 他后悔当初那么快 就仓促地和一个自己 还不了解的人结婚生子 导致自己和父母 都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 但错了 他就要敢于承担 徐丽秀说 他愿意接受单亲妈妈的这个现实 刚从痛苦中走出的他 会努力工作 好好地带打自己的这个宝贝 看到孩子这么可爱 也没什么 人家也这么离婚 带着孩子也这么多 既然已经发生着 也要自己面对 都说女人本弱 唯母则刚 徐丽秀在经历闪婚 以及一年痛苦的婚姻之后 学会了承担过错 更知道了 婚姻之事不能操之过急 我们今天看到了 他坚韧且独立的心 而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 刘春龙在经历之后的改变 你的人生 很多事情 是必须要自己来做决定的 很多人 都是在经历痛苦之后 才发现 以前的想法和做法的不大 在这里 我们也想提醒 电视期前的您 结婚不能仓促 婚姻是要建立在 两人相互了解 并相爱的基础上的 恋爱要认真 看人要用心 婚姻更需谨慎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特别提醒大家 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南昌华侨城联合主办的欢乐象湖玩兔音乐节 本周日就要上演了 灵魂歌者朴树南昌首秀强飘送道已经是全面开启 大家可以通过都市现场微信公众号还有大卖网摩天轮京东和天猫等票务系统购票 12月2号让我们共赴音乐盛宴 另外呢也要对大家做个提醒 我们的节目在手机江西台上可以同步播出 扫码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晚节80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